今年是國家建築金獎 辦理第二十二屆的評選 我個人很高興 也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 從第一屆就參與 到今年 也利用今天這個機會 跟大家報告 這些年來 參與我們這個建築金獎 評選活動的 一些心得經驗 首先就我們評選 最重要的工程品質而言 整體來看 關於各方面 無論是民間的建案 或是我們的工工程 有關於施工品質這方面 這些年來 可以說都有大幅的提升 那特別是在這個我們評講的幾個相關的指標 譬如說這個結構的安全性 或是有關於規劃設計 符合使用的需求 乃至於防水工程 這些方面的施作等等 那在這些年來的話 可以說是每年都有在進步 那包括一些這個規劃設計跟施工 對於創新的科技的引用 那有關於工法材料等這些方面的提升 尤其是這個對因應最近這些年 在這兩年的話 有關於這個營建業所面臨的缺工缺料 等這些方面的問題 也都有一些那個精進的這個措施 那這些的話 都是這個很值得肯定的 我同時也有一些這個常見的問題 那也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來 做一些這個探討 那在規劃設計方面 普遍來說 有一些案件的話 基本上的考量點 都只是在符合我們相關法規 所定的最低標準 所以這個包括前面也有談到說 有關於這個停車空間 這一方面的規劃設計 那至於我們對於譬如說樓梯踏步 等等一些相關設施 那以這個停車廠來講的話 那大家都很清楚 多數的案件 包括我們在工部門的很多這個場館 相關的這個工友建築 那車道的寬度 普遍都只有這個雙車道 那只採用這個5.5公尺 那甚至這個車道坡度 就只有採用1比6 那在彎道等這些地方 事實上都沒辦法符合 實際使用的這個需求 那甚至有關於 為了創設更多的停車位 所以使得我們在停車場 這一些的特別是地下的 停車空間的規劃 那在車道方面 就有很多這個衝突點 那不符實際使用的需求 那甚至這個停車位的畫設等等 這些都有值得檢討改進的這個地方 另外就是在有一些建築工程的話 那雖然大的這個施工品質問題 現在是比較不容易再看得到 但是有一些工程的項目 製作的細緻度還是嫌這個不足 那包括說常常會看到一些這個建案的名稱 或者說我們學校工程那些校名 或者是某一些場域空間的名稱 那採用這些這個金屬的字樣 那邊角都有很多尖銳的突出 那這些都會影響到使用的安全 都是在規劃設計或是施工方面 可以再來注意改進的 那另外就是在民建建案的話 有部分關於這個職安這些方面 譬如有一些這個施工架啦 或是這個安全帽的佩戴啦 等這些那都比較不弱 我們在工工程要求的話 來的這個落實 那當然在工程方面的話 有關於民建建案 特別是在這個裝修工程 這些方面的處理 在我們工部門方面 可能有一些可以再來借鏡的地方 那以上這個是針對 我們在過去這些年 那比較常見的一些基本問題 那提出來跟大家共同探討 那我相信在這個藉由政府主管機關 在我們營建相關政策 以及這個建築法規 這一方面制定的這個引導 那再透過我們工程業界的努力 那相信將來我們的工程品質 無論是在工部門 或是民間那些建案 都會有更好的成果的展現 那以上提出來跟大家共同勉勵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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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